不愧為終極打BOSS喔 這個有點痛啊 來 那個小葉 小葉毅然 小夥準備開始解機制啊 大家要注意一下 我們這個解機制 就是我們君生老師為大家特別貼心的 這個打這個BOSS必須要解機制 我們來看一下他怎麼操作的 我有點 看他們好快 有點 好厲害啊 撥不著感覺 是那個嗎 解機制是那個嗎 對 解機制出來了 黃文老師你多好 我們去解機制 好的 我去躲好 如果機制成功解完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繼續挑戰了對吧 對 一定要把地圖上的新標 把它變成藍色 它如果紅色的話 我們現在看到它是紅色的話 那麼它就會那個 四個都變紅色 我們就會踢出地圖 好壞喔 即使我們的那個生命沒有受到死亡 一樣會出去 它會把你推出去 對 那這個好難 不僅要注意這個傷害平均分配 還要負責解機制 現在已經被我們從紅色變成紫色了 離變成藍色的話就差幾下了 好厲害 好厲害 而且這個機制還不是一下就能解好 要好幾下 盡量不要跟BOSS站在同一個平台上 不要站在同一個平台上 對 不要站在同一個平台上 對 不要站在同一個平台上 真的 我 我好厲害 我好厲害 好厲害 對對對 我開了開了開了 對 開天堂的話 比較不容易受到傷害 我感覺我看到這個怪物就想躲 我感覺俊正老師這個組隊的配置特別好 很適合打這個 超厲害 好厲害的感覺 目前的話就是我們當時打賽輪 打賽輪的一個手通隊 對 我們路西德區的一個手通 手通隊伍就是這樣子的 然後隊伍的話職業有一些調整 但是人員的話沒調整 所以我們已經打了比較久了 有配合的一個默契度在 我覺得你跟黃黃老師配合的也挺好的 對 因為黃黃老師的操作也還是可以的 對 我覺得 相當的棒 相當不錯 相當不錯 到現在黃黃老師沒有死亡 我死亡了 對 我死亡了 我相當不錯 我怎麼覺得有光環了呢 我剛才還一直以為黃黃老師會全程 就是不停的到處躲到處躲 我在躲 但是沒有怪啊 很厲害了 黃月確實在躲 快走 三個了 三個了 加油 加油 好厲害 哇塞 這個真的 我也第一次 這個好難喔 我覺得這個故事要注意的東西太多了 一會兒我們等挑戰結束的時候 我們來請教一下軍人老師一些訣竅好了 哎呀 我前面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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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慶著啊 我們先爆發打一波輸出 我還是得對我前面一秒就被這怪物秒沒了 好厲害 好厲害 好厲害這個 我看到他我也想躲 這個真的是太厲害了 黃老師你不怕嗎 這個開荒的話肯定多多少少都是要接受的 怕的話 就很難有進步了 我覺得兩個 我覺得兩個補助好厲害 對他們真的好 我覺得兩個補助好厲害 那陰陽師能介紹給我 哈哈 好厲害啊 黃老師我也決定了 跟著你的團隊混 我看一下 半學好像有希望 有希望呀 感覺我們要被踢出去的 是嗎 因為這個球都已經亮起來了 真的啊 對 喔快點 那這個注意的注意的東西太多了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看一下 但我覺得很厲害 這傷害真的是 我要躲一下 但我覺得 不過不踢出去半學有希望 是吧 嗯 我就感覺不停的 可以了可以了你很好 我要保命 特別棒 特別棒 大家把黃昏特別棒 摔在空瓶上 給我們黃昏老兒子 抬一波鼓勵 大家給我力量了 我只能 見了不拖黃老師後腿 把我的小妹給保住 跟他錯開 錯開平台打 這就是機制沒解除成功 然後我們就被 踢出去了 哎呀 哎呀 這就是機制沒有 對 那就是 很遺憾我們的挑戰失敗了 沒關係啦 碎敗融融真的很不一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但是我個人覺得 剛剛的配置非常的精彩 首先我們先把我們的 俊生老師 跟黃昏老師 歡迎回來 我們回到我們這邊 舞台中間